说这是常识,凡是科学的皆可证伪,凡是哲学的皆可质疑,但凡是邪恶的学说理论,则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和辩驳,不允许的原因是经不起证伪和质疑,这个常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。 我们就说这个讲科学就是讲道理吧,讲证伪嘛,这个哲学嘛,就是逻辑吧,其实都差不多的东西吧。 在此之外呢,就是感情,感情恰恰是很大的范围,就是不可证伪,不能质疑,比如说谈恋爱,比如说痛苦,比方说爱,比如说信仰。 我刚做了一个视频,52岁的大姐猝死,结果呢,发现欠了屁股债,还借了很多钱给一个男主播,打赏,情吃的,就是她的感情嘛,这个东西怎么证伪啊,当然你说她是邪恶的,与此相反的东西也很多呀,什么不离不弃的那些个东西。 因此这个常识问题很大,你说谈恋爱是邪恶的吗,你说某种宗教是邪恶的吗,我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,她一人那个主播就是她的信仰,当然你说信仰可以这样分,那样分,这样定义,那样定义,我都尊重。 我的定义就是,把她生生死死最重的那个东西就是她的信仰,她可能察觉,或者她可能不察觉。 这很大的一个区域了,就像一个大空洞一样在这里面,所以说不可证伪的,不可质疑的,不一定都是邪恶的。 我爱上帝,一般的教徒就不质疑上帝,就坚信上帝真的存在。 你说那她邪恶的吗,我谈恋爱我就爱她,你发现呢,你越说证明的不爱,你就会得到相反的一个反弹,尤其父母就干这样的傻事。 所以说这一般,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域。 是吧,讲道理,也是在常识里面,就是科学的,就是逻辑的,说我们啊,这个跳楼就会摔死,这个怎么证伪啊,我觉得你要把这个重力消除掉,你发现跳楼也摔不死,是吧,把这一百栋楼高,放到月球上,你摔不死了。 可以证伪了,你说这个,说要不死,把脑袋敲碎,敲碎不行,把脑袋拿掉,割掉,会死,这个也可以证伪,对吧,你会发现这个人,怎么定一死就产生问题了,是肢体的,还是头部的,多久会死亡,你看这里就容无穷军的会证下去了,对死亡就要无穷的证下去了,这都是讲道理。 而这个讲道理之外,不一定都是邪恶,当然这个帖子,这个兄弟在说什么,当然我们也理解了,就是世俗的,你就要搞世俗,是吧,你不要搞宗教,你不要搞爱,在这里,说这么多吧。 我不是为这个坏蛋们洗呀,洗白的啊,就是说这个问题认识起来不简单。